火星火攻 flw 昨天啊,那個波羅斯我覺得我們測試那樣子,還是不打型 我們先把水龍下去,放波羅斯上來就好了 火星火攻 flw 然後剛好他也是走攻擊嘛 我們要了解一個角色 你至少要先知道他的強度在什麼地方 他的攻擊打出來可以像是多少 喔不是說隨便上來了之後 這樣在屁地啪啦屁地啪啦 後面可以這樣 但前面你要先搞清楚來了 是不是 他的裝備怎麼這樣 怎麼不見了 被我吃到肚子裡了是不是 喔看到看到他本來沒有強化不好意思 然後這一件的話超能 超能還少一件我們等一下去看一下 今天好像是天空王 啊是不是 喔深海王 好這裡還有一件 有沒有看到了 看到什麼看個屁啊又還沒開 來 哇攻擊速度啊 攻擊速度那一件我好像是OK 喔波羅斯要起飛了 先爆傷先穿著沒有關係 那到時候再改了 好不好然後這個的話先點一點 然後那個地方先看一下 十七萬十七萬攻擊 好我們就是十七萬攻擊為準 看看可以打多少 第一個當然前進到極限車去 之前呢厲害的 第一關完就不行了 就是第二關第三關就有點危險了 那麼我們今天換上波羅斯 我個人是覺得他有這個buff吧 但我們單打來看一下那個 乘以擊乘以擊 在這個環境之下他是 展現了什麼樣的功夫 然後他跳起來的時候 對面的怪物就會變得很小隻 有沒有 變得很小隻 那個有一些特效他也會有這樣子 就是左上角大隻 右下角變得很小隻 第二場 主要我是想看徐普啊 看徐普打波羅斯 哇 你就這樣子給他咆哮掉了啊 因為我們有穿裝備是不是 好啦沒有關係啦 呃 換件事件好了 然後把水龍先擺下去 156關 水龍先下去 我先隨意換一個 然後波羅斯上來 這怪物是很強啊 我們是打不贏啊 只是說看波羅斯在戰場上 就什麼表現嘛 稍微衡量一下 來囉 開局 攻心咆哮炮 先來一發 還沒有 還是在打聯西 聯西都很慢 來了 盾牌打不破 這關卡是太強 你要叫波羅斯來打 這個是太誇張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防守性能嗎 OK 乘以4乘以5 但這個都打太痛了 哦 打太痛了 所以都給你貫穿了 那我們降一階 我們降一階 我們去打最新的文章關卡 那個比較符合我們 當前隊伍 還好有這些關卡 有沒有 風之試煉 500萬 我們這邊是200萬 這個就應該是 2000萬要打贏 因為我們這邊是帶UR角色 如果這個關卡打不贏 就說明了這個核心可能不好用 目前看起來這核心應該是不錯 乘以4乘以5 只是說他怎麼發展呢 看一下 有沒有 我們天空王也是乘以5 好 咆哮炮 越戰一倍 這裡你就可以發現了 他的攻擊力 是大大的 輸其他的UR角色 這點是不可否認的 他輸所有的UR角色 那第二點他有承擔能力 這個承擔能力呢 原本有特化附體的 下面又多了那個一點一點的 有沒有 那麼這個呢 他本身還會有一個回血的功能 你注意看索尼克 現在又變成加5了 又快滿出來變加6了 是吧 這很清楚了 我這裡行動了 行動了之後 攻擊了上升了 然後咆哮炮 這一次打的傷害就高了 比剛剛還要高 但這個傷害還是輸 輸另外幾隻角色 龍捲是這個攻擊力 打下去大概是1200萬 1100萬 剛剛破洛斯是他的一半多一點點 等一下 我們的爆山大爺 所以這場戰鬥呢 還是要跟爆山大爺對抗一下 好來看一下爆山大爺 啊 你這不要再防守啦 這對面是破大王啊 我的天 這怎麼這次是打到2000萬去啦 這個是 初級的怪物是不是 他怎麼今天變成這樣子 才16萬攻擊啊 為什麼他這次傷害這麼高 是這個關卡 比較簡單嗎 再一次再一次 應該是啊 他的戰力只有1萬多嘛 難怪 我想說怎麼崩興炮 要不要變那麼強 但是居士看起來怎麼回事 哎呦喂 2300萬隻崩興炮笑炮 他這個才28萬嘛 我們這裡都比他高五六倍 隨便炸都麻油 啊 波羅斯這是第一波 完了之後還要第二波 完了之後 等一下還是要去想辦法 找一些對手 不過就比較可惜 你看看 這多了一個垂牛水龍 沒有辦法看到波羅斯 單打獨鬥的畫面 但是你又怕一隻波羅斯 又怕打不出所以然 好了又來了 這頭波羅斯 背景是使用那個宇宙船的樣子 使用宇宙船的樣子 還有一隻一秒人 好這裡先跳過 OK 來看一下波羅斯 波羅斯當前是179000的攻擊力 並且呢 我們這邊選擇一個新移的角色 然後這一期他這個獎勵呢 總共有這些嘛 綜合分析的話 我應該是想要崩普 然後大熊眼 然後這個狗狗俠 其他我們都有了 或者是他也 哦好 霍雷姆也可以啦 假面也可以 好不好 那我們再抽一次 哎 是這個棒球棍啊 我決定啦 因為他這活動還有六天嘛 我們再慢慢等好了 好不好 然後同時呢 我有強者劍 搞不好最後面玩波羅斯玩一玩 啊 咦 他的UP怎麼消失啦 我也就準備強者劍 你看這時間又沒有注意到 我的 啊 我要抽參謀總長大熊眼 就這樣子給他下架啦 放回來啊 真的是 好好好 走 我們去打架好不好 先去巔峰禁忌 怪人組 然後擺上我們的波羅斯 這邊也有看到別人的波羅斯 這裡有一個53萬 哦不對哦 他是500萬 噢 格洛迪巴斯 然後我們派上 波羅斯對決 格洛迪巴斯 這個比較有看頭 好不好 那麼攻擊角色的話 格鬥啊 這個不要啊 硬捶頭先不要啦 好硬捶頭先下去 就這樣子囉 我感覺 好像要一個喬者 對不對 不然 角色不夠強 就靠一個索尼克 是吧 好 那我們把索尼克也穿上一點裝備吧 OK 我又回來了 啊 我這段錄音的音效不見了 就我的聲音沒啦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欺負人啊 這個錄好了 又要再錄一次 啊 好了好了 來了 來 怪人進去 我看到了這個530萬的 格洛迪巴斯 然後 我沒有破羅斯嘛 對吧 為什麼要找格洛迪巴斯 因為格洛迪巴斯 他每一回合血扣很快 那你看看呢 這格洛迪巴斯 酸石對上波羅斯 還有等一下呢 我們去找一隻 G4 G4對上波羅斯 又有什麼的反應 好了 戰鬥開始 好 我們這個索尼克 給他稍微 穿了一些裝備 就是普通的 沒有給他強化 可洛迪巴斯 這一頭是一千萬的傷害 全部都倒了 剩下波羅斯 難倒 就這樣 啊 這波大王怎麼又倒了 怎麼老是這樣子倒下來呢 啊 應該不可能啊 是吧 我們來找一個對手 這邊 這個陣容是普通的陣容 普通的我們就不打了 才怪 還是點進來打一下 誰叫這個錄音壞掉了 我打誰我都忘了 然後當時可能是因為有爆山吧 然後這個比較普通的陣容嘛 然後剛好對面是徐浦啦 我想起來了 然後來看一下 這個徐浦的核心跟這個吧 兩個差在什麼地方 風行跑下跑 580萬 他有突破不去 有沒有看到 右邊有六個 六個一直突破不去 然後這一場後來我發現 就說這個不去突破了 但感覺還是有點慢 等一下第二回合 也是會再突破不去一次 結果他還沒有倒 大概就慢慢的第二回合結束就倒了 去古以前是至少到第四回合嘛 有比較快啦 可能就是說 我本來以為會更快 然後同時呢 我們這邊的護體呢 現在是乘5 最多現在到乘10 有沒有看到 那乘10是今天最多了 弗洛斯跟蟑螂是乘10 然後這次打過來 竟然還有乘10跟乘9 同時弗洛斯的腳下 又有一個暴走的功能 這個暴走會使傷害一致再提高 OK 蟑螂還有塵8 那麼 爆山打過來 竟然連這個蟑螂還可以存活起來 雖然8條血都被貫穿了 由此可見呢 這個血條 雖然不多 但是爆山攻擊力已經很高了 那麼我還能夠撐下來 OK 最終呢 等一下這場戰鬥 應該也快結束了 好像是波洛斯 等一下再炸一個 咆哮炮就結束了 好這邊還有索尼克 我還知道虛浦 看他虛浦是有傷害的 這個虛浦是有傷害的 有沒有 他下面顯示的第一次 因為他上面吸收了 咆哮炮這第三次 再打到2000多萬去啦 他跟家純堆得很高 波洛斯續航力 我更長的時候就追的更高 然後這邊有很多對手 後來狂人就這裡看 那裡看 然後看到了一個 梅爾薩加德 啊很特別 有沒有像這樣子的怪人組呢 如果你遇到 你是用波洛斯核心 那麼對面對手很強 好比他掛梅爾掛別的 他一開始先出招了 有沒有 那你這個怪人組你看看他 虛浦感覺比較好用啊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但也說不清啦 因為你看 他現在是乘6嘛 有沒有 對不對 我現在是乘6 然後你等一下看對面那個梅爾 我不知道他怎麼計算的 有沒有 SHIP的話這一波可以活的嘛 但是我們用這個的話就 倒了 可能還要再研究深入一點 後來呢 我就發現一個秘密 一定要告訴你們 啊 這個局勢 好像被克制了 啊畫面怎麼停啊 我看一下 找到了在這裡 這邊有一隻居士 我後來跟這個居士打 啊我要告訴你們一個秘密啊 就是說呢 這個居士的遊戲 普洛斯克居士啊 啊 你這個官方 你這樣子不行啊 你的普洛斯克居士啊 因為我本來想說居士 他會一直開局燃燒嗎 他這個效果是怎麼樣嗎 可是你看看喔 突然就是 他這樣扣的很慢啊 他有扣 現在是乘5嘛 你看普洛斯乘5 有沒有 乘4乘3 有扣 啊 這個普洛斯比G4還強 哦 你這樣子不行啊 你這樣子 是吧 其實呢 我是比較喜歡水龍啦 這個居士也不是不強 居士當時打青銅組 表現也不錯 只是真的要比起來的話 我還是很喜歡水龍 原本不喜歡耶 是玩的青銅組 對這個水龍呢 啊 他的攻擊真是狂暴 是吧 好 那麼 還沒有接觸 好我等一下 你們看 這個水龍啊 當時有多強啊 我真的打到48關耶 是吧 因為水龍裝備 暫時我先拖了 所以 到時候再給你們看 我們打48 然後今天是要普洛斯嘛 普洛斯這個是25 我們從25開始打 看看最終可以打到多少 你如果太早卡的話 就是說明這個核心呢 也不能說是不好用吧 就是說 可能要觀察一下 看怎麼使用 是吧 那我們就走囉 怎麼講話 變成大陸人的聲音啊 你好 我是大陸人 啊 不是當然不是 我要開始了 啊 以前都有人對來都說 狂人 你是不是大陸人啊 不是啊 我真的不是啊 我是台灣啊 怎麼會是大陸 我是台大醫院出生的 好看一下看一下 可能以前也常常去大陸嘛 主仙是大陸啦 主仙是大陸啦 主仙是大陸 然後常常去大陸 常常以前常常去大陸 然後去走一走啊 幹嘛 就玩一玩啊 好小炮 三百二十八萬 三隻倒掉了 二十八萬 全部買下 一個隨位 一會 Brené 回家 節奏 廢 三十八萬 sheet 二十八萬 把短然 感谢观看